健身的话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一周差不多一两次吧 就是断断续续可能大概有三年两三年左右 然后现在是持续每天 如果做有氧的话每天做 必然的话可能一周四次左右 之前是运动员 所以后来就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大概有个六七年了吧 健身时间其实不长 不太到两年 然后基本上是一周能在健身房待个三四天吧 刷手机 躺着 主要是眼部运动 没有 基本就靠健身房锻炼 我会去搭打篮球 两三小时 我比较爱搭篮球 目前没有 但是想现在不是在剪纸吗 在瘦的时候可能参加一些 比如像什么斯巴达 那种马拉松 类似于这种试试 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也会去玩一些那种讲板呀 户外可能跑步呀 或者就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那个飞盘什么的 深蹲吧 深蹲吧 练腿比较痛苦 我练腿吧 一般都是练腿会这样 一般情况下自重可能130 第三 也就这样 目前还是突破不了 还是臀腿类吧 因为女生其实都比较喜欢练臀腿 但是我比较喜欢让臀腿的重量更大一点 就是我还是最近有点想追求大重量的 所以就是痛病快乐 就自己有在一个新的重量上 可能多做了一个或者说多做了一组 都觉得我今天可真厉害 我第一次健身其实是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肉和皮肤下垂了 就是跟小姐妹一起去泡澡 然后大家一起照镜子 然后发现怎么肉还有下垂这一段 不行 得去健身房练练 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当时是特别喜欢健身 然后我就觉得 还是可以在健身房稍微保持一下以前的这种运动习惯嘛 也可以让自己身材稍微维持一下 就是想出出汗 因为打蛋球吧 自己又周围旁边比较忙 但你在健身房不就气血多 自己就可能更有地方去运动 然后就这样抱这种心态去的健身房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平时就是运动完之后会缓解一下压力 就工作方面或者其他的压力 就练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 就是增加在我们的体能 身体的力量啊耐力啊 因为我平时打篮球的话需要这些 我觉得运动的好处很多呀 首先至少能保证我的身体的健康 而其次就是人看起来比较紧致一些 他就不是那么的松垮没有精神 至少是一个能让人愉快起来的一项运动吧 就是什么都不算 我觉得至少他会带给我一些快乐 就是运动有几种好处吧 一个是首先可以排压 第二它能给你带来一个心情愉悦 和外表上的一些改变 还有新的一些交接聊天也挺好 没事约出去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来咱们健康锻炼的人群 主要是周边的上班族 以及在附近居住的居民会多一些 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 他们压力最大的地方可能就是咱们的肩颈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肌肉叫斜方肌 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放松到它的动作 就是可以跟我来试一下 用一个手去放到自己头的一侧 然后呢身体保持稳定 顺着自己的力量向一侧去拉伸 咱们的写方肌保持15到20秒 左边做完可以换一只手 这样的拉伸动作可以很有效地缓解 我们肩颈部位的疲劳 对于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推荐 我们2021年有一个 中国人群身体活动的一个指南 那么150分钟每周的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 和每周75分钟的高强度的体育运动 都是合适的 中等强度就是指我们运动完了之后 身体微微的出汗 然后心率轻度的加快 然后在我们的运动过程中啊 是可以说话 但是不能唱歌 唱歌就会觉得气短 心跳速度加快的比较明显了 出大汗 然后已经不能在运动过程中 说成句子的话 只能说短的这种几个字的话 然后呢还并不能唱歌 这种情况呢 就是高等强度的体育运动 那么同时啊 这个指南呢还说了 就是无论是多少的运动 只要你动起来总比不运动好 一静不如一动 无论是你做任何的活动 那么对大家来说 身体来说都是有益处的 在这种评估计